Google為了讓全世界的溝通更順利 有發射這個無人氣球 那麼現在連臉書都出現無人飛機 就希望透過這個方法 能夠全世界溝通更順利 不過聽說馬上就被打臉 說這種概念 其實在十幾年前打仗的時候 就已經進行過了 是 這個故事說來話長 但是先講Facebook最近很帥 推出來這個大型的無人機叫Aquila Aquila其實是Eagle 也就是老鷹的拉丁文 所以他研發出來 你看就像畫面上一個是 就這一台 對 它的翼展非常大 它的翼展其實跟737一樣大 但它實際重量 大概只有1%以下 所以它要做的是長時間滯空 而Facebook這次推出的產品 它想要解決的就是 我今天如果在一個很開闊的荒野 譬如說就像非洲大草原上面 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可以讓大家隨時Stay connected 因為你用衛星電話恐怕很貴 然後你用一般的手機 沒有基地台 你想想看上次這個Circio 就是那一台熊獅Circio 如果今天整個國家公園 都有完整的監視 跟相關的保安系統的話 它會不會就不用死 就不會被引誘到這個什麼 非保護區就被打死 對 因為你只要一出來 身上GPS馬上告訴你說 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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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Facebook想要解決的是 我們現在的市場已經固定了 但我能夠開拓更多的市場 更多的可能性 讓大家可以方便的上網 所以那一台Aquila 其實只要升空 大概可以滯空超過三個月 所以在那三個月之間 底下所有的平台 所有的載具 都能夠連上網路的話 起不妙哉 所以Google最近 雖然他說他把它拆分成 26個字母的公司 其中有一家公司叫Balloon 就是做的就是Google氣球 也就是今天Zuckerberg 祖克伯做這件事情 Google用的其實是氣球 價格比較便宜 滯空時間比較多 但是它能不能像Aquila一樣 因為你用大型的 翼展的飛機 能夠吸收太陽能 其實非常多 所以執勤時間可以延長 所以Facebook跟Google 現在看起來 在Always Stay Connected 就是永遠上線的這個領域 看起來又開始了 另外一個競爭 而且Aquila用的是雷射光束 它跟Google所用的是一個 長效的Wi-Fi技術不一樣 所以它的瞄準會更精準 然後傳輸效率會更高 至於會不會派上用場 就要看Facebook接下來的技術